哈嘍哈嘍 大家好我是小花 那我是NSA的小花 今天呢要來拍的是 今日收穫時間 那不好意思講了兩次哈嘍 好那今天 首先要先介紹的是 我剛剛做的 史萊姆 這一碗 這是我剛剛做的啦 對那不要問我說怎麼製作 就是用棚沙製作 那蠻大塊 一下給大家看 這樣子 然後他顏色蠻淡的 但在鏡頭上看到 他蠻亮 對大概就是這麼淡的 顏色 對然後這就是我做的 剛剛做的 用棚沙做的 那有機會會拍教學 對 那回到今天的主題吧 今天的主題就是要來介紹的是 我的Skoosh 是剛剛去買的吧 對算是 本來就是啦 剛剛去買的 最大 反正就是收穫了 文算書局買的 那首先先介紹 軟軟軟 首先第一個軟軟 有那個 我先把價錢撕掉 或許有人知道 首先有這個 然後他是那個 我不知道 他應該是 他應該是 泡芙吧 然後他烤色做的蠻好 那我們把他打開 開開了 然後他就這樣 他是無香味的 然後他很Q 超Q的 再來介紹第二個 那第二個 對 一樣把他撕開 對 那我第二樣我是買鬆餅的 然後他是 這樣 然後他也是無香味的 二不好意思晃到 這邊 吊絮絮了 對 再來是第三個 他是這個 好就這樣 跟一般的書局是一樣的 都是買一個69 然後 買三送一 對 一般的書局都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 我們這邊的文盛 終於也有軟軟了 然後他 是這樣 然後他也是 沒味道的 那我覺得超可愛的 然後他很Q 然後這個 這個比較硬 偏硬一點 再來是這個 他是菠蘿 菠蘿包 菠蘿包 對 他感覺有點黏黏的感覺 對 然後他是有瑕疵的 不知道為什麼一買 這個 這個 這個不是 他黏黏的 對 不知道為什麼 他這裡 發泡不良 然後他一樣也是QQ的 那他這裡的都是很Q 除了這個 比較沒那麼Q 應該說表面上 他是很 其實他很Q啦 只要一格一格的 就顯格他 沒那麼Q了 那裡面最Q的應該是 菠蘿 菠蘿是最Q的 好那再來介紹的是 那個 我去買的紙卡 對 他就是長這樣 超可愛的 這應該是我第一次買紙卡 因為這些都是別人送我的 這邊 合作頻道的時候應該 欸 他每一張 都不一樣欸 對啊 他每一張都不一樣 這樣很難挑選欸 對啊 他每一張都是不一樣的 紙卡 對 他紙卡每一張都是不一樣的喔 那因為 他是裡面最便宜的 而且又是有圖案的 不然沒圖案的那一種 他好像是 比較便宜一點 但是 我想要有圖案 那今天收回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桌面變了 對 我桌面變成拉拉熊的了 對 那這也是去買的 對 然後再把它重新鋪了 超Q的 好那 今天的介紹 就差不多 到這裡吧 今天是蠻少的啊 對 那記得看完影片 記得按讚和訂閱 謝謝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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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